近日,北京军区65集团军某防空旅在波海湾某地首次组织某新型导弹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导弹全部命中目标。 这次试射的某新型导弹主要用于拦截高性能的作战飞机、巡航导弹和战术空地导弹等典型目标,掩护战役区域内重要目标的对空安全。 演练中,防空旅导弹营快速占领阵地,利用防空兵指挥信息系统对目标展开预警搜索。 预警雷达发现一枚巡航导弹,引导搜索雷达迅速搜索捕获目标,指挥控制车快速传送目标信息,分配射击目标,跟踪制导雷达迅速锁定目标。 第二注意,实弹拦截。 就在导弹准备发射之际,跟踪雷达受到强电磁干扰,导弹丢失目标。 实施坐标支援,由S车引导第二攻击。 目标搜索雷达迅速将目标数据传送给火力单元,对制导雷达实施坐标支援,导弹重新锁定目标。 实弹拦截,发射。 这是要在复杂战场环境下,检验指挥员的指挥决策能力,检验战斗员的操控能力,检验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 新型导弹装备部队后,他们构设抗电磁干扰、防电子侦察等战术背景,组织跟踪制导雷达和防空兵指挥信息系统进行侦察预警要素、空地对抗等训练。 使官兵迅速熟练掌握新装备技战术性能和处置复杂情况的能力。